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灾难太深重了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我爱我的祖国 我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滴血液 都浸透着对我们民族的爱 都流淌着对伟大祖国的深情 我的一切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的 即使将来我化为灰烬 也属于祖国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深受无数为国救民和民族独立解放 所现身的支持人人的影响 还记得在海提时代 母亲给我讲爱国英雄人物的故事 告诉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应该热爱我们的国家 热爱我们的人民 我一边听 一边流泪 立志长大后 要报效祖国 现身人民 祖国和人民培养了我 给了我服务国家的机会 我也为祖国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精力 今天我已年届七十 即将退休了 我将回到母亲身边 回到群众中去 但我永远也不会离开我的祖国和人民 亲华大学建立以来 为共和国 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优秀的专家学者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 聪慧的才智 和严谨理性的气质 诠释着一代大师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真言 上序民族惠民 下行内圣外王之道 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不计名利 忧道不忧贫 始终保持高尚的境界 和爱国的热忱 在艰苦的环境中 喜敬千华 彰显本色 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今天 我们要培养和重塑 民族的道德理性 就必须继续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 倡导 心存敬畏 刑己之耻 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观 对社会 要有奉献精神 对他人 要有责任感 对弱者 要有同情心 养成情操高尚的人格 这不仅是 这不仅是对社会的责任 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人的自信与庄严 我相信 新一代清华人 一定会牢记 自强不息 厚得载物的孝训 大力弘扬 清华精神 努力学习 勤奋成才 将来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 做出更大的贡献 谱写清华大学 更加辉煌的篇章 谢谢同学们